谈谈油股 因为有机会开战 现在已经局部打 但油价仍有刺激的情况 有个朋友问中海油 他说现在已经升穿10元 下站上网多少呢? 可否继续追? 现在估值合不合理呢? 这是Matthew 如果按着中海油去看的时候 近期的高位 在2月14日 当时油价突破了$95的水平 而中海油的高位是$10.46 换句话来说 真正破顶的位置 要至少去到$10.5才确定有上升的动力 现在纽约其油价格的位置 大概$92的水平 暂时还未去到$95 所以在现时去看的时候 要等国际油价破顶才会看中海油 会有一个破顶的状况 暂时的变数方面仍然是比较多一些 当然市场的消息面 似乎就是俄司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的关系上 就是一个紧张度在升温 但消息可以随时是180度转变都不定 所以现阶段会追入中海油 我觉得风险就会比较大一些 看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当大市回调 以至中海油都会有一个回落的迹象 倾向上落到$9.5附近的水平 才考虑吸纳就会比较上风全一些 感谢观看 按摩